今天跟大家分享电动机车 电动机车是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之一 2019年电动机车的买气更是宝棚 GoGoro在2019年11月的挂牌数更是来到18530辆 超越传统机车品牌 登上台湾第二大机车品牌 GoGoro在2019年全台累积总挂牌数更是突破25万辆 销量好挂牌数高 但是车主的抱怨声也跟着增加 今天我们以这篇文章来探讨 GoGoro在业界与消费者中所要面对的难题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 2019年12月27号 刊登在苏维斯代的GoGoro销量 突破20万辆新高 为什么车主抱怨声也变多了 GoGoro在2019年搅出亮眼的成绩单 在同年5月推出GoGoro3系列 之后连续7个月挂牌数都是以万几条 9月份推出平价绿牌Viva系列 带动另外一波的购车潮 而GoGoro的联盟 盟友 亚马哈 红加藤 PGO 也陆续推出采用 GoGoro电磁交换平台的车款 而且GoGoro联盟车辆的市占率 在11月更是提升到25% 一度超越市场上的传统油车 成为全台第二大的机车品牌 但是随着销售量的提升 在业界与消费者间 隐藏的问题慢慢浮现出来 例如 祸勤保养不足 换不到满电的电池 引发车主的不满 抱怨连连 GoGoro要如何面对这些议题呢 他们目前运用一下两项策略来解决 第一项策略 预计在2020年增设60家维修站 以及协助传统机车行转型 GoGoro车主最常面临的问题之一 就是车辆保养 保养车子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来排队 造成无法及时处理车辆状况 以至于许多消费者不敢轻易购买电动机车 根据交通部最新发布的 机车使用状况调查报告 电动机车每年平均花费 1389元保养维修 批极传统机车节省了667元 虽然比较省钱 但投入的时间却高出许多 GoGoro也积极改善保养维修所需要 耗费大量时间的问题 所以GoGoro2019年陆续在澎湖 苗栗 基隆 台东 宜兰等地开设门市 也预估在2020年新增约 60个加盟维修站 而除了拓展维修加盟门市以外 也积极挖角传统机车行 转型成电动机车的推广站 但因为电动机车的维修 需要具备基本的电路学知识 所以电动机车的维修保养 仍需要再进行教导与学习 所以对于GoGoro来说 仍然还有一段路需要来走 接续第二项策略 则是改变换电方案 推出动态折扣优惠 GoGoro换电站 与全台的数量已经达到1452站 但是仍有许多的车主 在社群上会反映 哦 换不到满电的电池 经过观察发现 这跟消费者换电习惯是有关的 消费者常在特定时间到换电站 更换电池倒是在尖锋时段 消费者经常换不到满电的电池 因此GoGoro Network 也正式推出月缴299299元的 自由省低支费方案 改用电池使用量来计价 取代原本以里程的计费方式 此外还有各地换电站 推出动态折扣的策略 透过提供折价优惠的方式 引导消费者去更换电池 减少在尖锋时刻 换不到满电电池的问题 目前消费者只要打开APP 就能看到哪一个换电站具有折扣优惠 所以不管是低支费的自由省方案 或是折扣优惠的换电站 是不是能促进消费者改变过往的换电习惯 仍然是未知 就让我们持续的观察下去吧 好的 今天的美丽商业就到这边 GoGoro在2019年具有亮眼的成绩 但是也因为销量提升 让维修保养以及换电的困境一一浮现 GoGoro也透过维修站 推广站 以及优惠方案的策略 积极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通路的拓展或是维修保养的需求 是否可以跟上销量的快速成长 事实上都深深影响着消费者 对于此品牌的信任度 但阿峰还是鼓励每一个观众 每一个听众 我们一起支持这些对社会 对环境有帮助的企业 也再多给他们一些耐心与空间吧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 对商业 对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我们焦点观点Plus的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